很多人都知道这干电池是必须要回收的 不过环保属镜不到告诉大家 小小的扭扣型电池 因为这其中含有拱 所以也是需要回收 而另外含拱的像是有灯管 灯泡等等都是必须经过回收处理 而且经过在职之后呢 其实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一个个沸灯泡代表的是 可能造成环境拱污染 有空气或有水或有食物 到达我们人体 那这个拱到达我们人体以后呢 会这个储存在肝脏 甚至进入到我们脑部 所以会破坏我们肝脏的功能 还有脑部的功能 那整个神经系统呢 就会受到迫害 所幸的是 我国废照明光源的回收量 每年高达4600公顿 换算成40瓦的直管日光灯 可排成73条中山高速公路 其实费灯管可利用的成分 高达85%以上 经过回收处理之后 里面的玻璃 金属 塑胶 和拱都可以再利用 可再制成2000万支 40瓦的直管日光灯 以每支25元计算 约可创造5亿元的价值 这就是所谓的滤晶产业 而另外一个含拱的纽扣型电池 虽然体积不大 也必须加以回收 除了创造滤晶 更重要的是减少碳排放量 可以减少的话 空气的污染 至少也在20%以上 那可以减少的话 这个污水的处理 那也可以减少50%以上 最重要的就是 二氧化碳的排放 可以减少 可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严此环保署呼吁民众 飞电池和飞照明光源 都要避免破裂 交由回收车或回收站 中间新闻 陶欧起兵桃园报导